菩萨中的大菩萨 持佛法,意念佛法,不令佛法忘失,分别思维,觉会增长,这样的作为,充满十方世界,是为第二种如宝珠,在这个叉普墨,在其他处又现身,可是对于佛法没有迷惑,是为第三种如宝珠,菩萨之道能从一法中,出生一切法,所谓一为无量,无量为一,而能在各个法中,分别演说不同的道理,在一切法种种的一理, 究竟皆是一种一理,视为第四种如宝珠,菩萨又称一生,各位佛的弟子,菩萨知道眼离一切烦恼,知道止息一切烦恼,知道防护一切烦恼,知道断除一切烦恼,修菩萨行,不正实际,不入涅槃,究竟到于实际的彼岸,已经可以成佛,但是不求正佛果, 用方便善巧的法门,善学一切所学的法,善修一切所修的法,所谓善学所学,另在往昔所发的愿行,皆得成就圆满,可是身体不感觉疲倦,视为第五种如宝珠,菩萨知道一切众生的心,有所分别,本无处所,也就是没有实在的诸处所,但是也可以说用种种方便, 本来没有处所,但用方便善法,说出前方有一处所,所谓诸法从本来,常自纪念香,虽然没有分别,没有造作,可是位于掉伏一切众生的缘故,而有修行,而有造作,视为第六种如宝珠,菩萨知道一切法,皆同一性,法本来无性,没有种种性,没有无量性,没有可算术性,没有可称良性,没有色,没有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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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或者是一,或者是多,皆不可得,虽然不可得,可是决定明了之道,这是一切诸佛所说的法,这是一切菩萨所说的法,这是独觉圣人所说的法,这是生文圣人所说的法,这是凡夫所应该修行的法,这是善法,这是不善法,这是世间的法,这是出世间的法,这是有过失的法,这是没有过失的法,这是有漏的法,就是有无明, 这是无漏的法,就是没有无明,乃至这是有为的法,就是有所作为,这是无为的法,就是无所作为,视为第七种如宝珠,菩萨中的大菩萨,求佛不可得,求菩萨不可得,求法不可得,求众生不可得,虽然求众生不可得,可是也不舍弃掉父众生,令他们在诸法成就正觉的愿力,为什么缘故? 因为菩萨中的大菩萨,善巧观察,知道一切众生的分别,知道一切众生的境界,方便教化开导一切众生,令得到涅槃,为欲满足教化众生的愿,释然修行菩萨行,视为第八种如宝珠,菩萨中的大菩萨,知道善巧说法,视现涅槃,未度一切众生,所有的方便, 一切皆是心想所建立的,这不是颠倒,也不是虚狂,什么缘故?因为菩萨了之一切诸法,三世皆为平等,如如不动,实际无助,不见有一个众生,已经受了教化,现在正受教化,当来应受教化,也知道自己无所修行,没有少法或者生或者灭,而可得者, 而易于一切法,令所发的愿不空,视为第九种如宝珠,菩萨中的大菩萨,再不可说无量诸佛,每位佛的道场中,闻到不可说不可说为菩萨授记的法,授记的名号,各有不同,注释的节数,也不相同,有长的节,有短的节,从一节中乃至不可说不可说节,常常是这样听闻佛所说的法, 文法之后,菩萨便依法修行,不像我们凡夫,听完法之后,当作耳边风,过耳不留,我们所闻的佛法,要身体力行,才有受用,若是不能功行实践,不能依法修行,就算天天听法,听了八万大节,对自己身心性命,也没有多大用处,所以菩萨文法之后,及时依法修行,不怕法太高,不怕法太深,不怕法太微妙, 不怕法不思议,所以不经不布,不迷不惑,菩萨知道如来的智慧是不可思议,知道佛所受的计,所说的话,是决定性,没有改变,菩萨又知道自己的行愿,有殊胜的力量,菩萨随顺应,一寿化,所谓观机斗教,隐人说法,领众生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,圆满等于法界一切的愿,是为第十种如宝珠, 各位佛的弟子,这就是为菩萨中的大菩萨,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,圆满等于法界一切的愿,假设一切菩萨能安住在这种法之中,则能得到诸佛无上大智慧的法宝,所以教如宝珠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